带土再次被小男的六千亿起报复给吓尿了 就在明人躲过了带土的双神威手里剑后 他再次用飞雷神飞回了战场上 此时九尾的查克拉终于凝聚完成 他将这段时间凝聚的查克拉都传递给了明人 明人立即双手结印出了上千个影分身 配合上千术 每个影分身都能够携带一枚大玉螺旋丸 带土见状目光闪烁 他没想到明人居然如此强大 根据小先前收集的情报 九尾人助力应该还只是个木叶的下人才对 明人的螺旋丸不断地轰击在带土的须左能呼上 带土察觉不对就要将自己吸入到时空间中 但他的脚下突然窜出一个明人的影分身 作为左助的老对手 明人很清楚须左能呼的弱点便是脚下 面对突如其来的地下攻击 带土只好放弃转移被迫进入穿透模式 二人随即进入了拼耐力的时刻 明人准备看看是带土的穿透先到达极限 还是他的查克拉先耗尽 看到无休止的攻击一次次穿过带土的身体 十分钟后带土的穿透时间终于到达了极限 螺旋丸最后结结实实地轰击在了他的身上 带土最后蹲覆在海面上急促喘息着 看到首次见面的明人居然对自己的能力了如指掌 而且所使用的招数均能很好地克制他的能力 他无法相信明人只是个刚16岁的少年 持续地使用穿透和神威 已经让带土双眼同力地耗尽到达了极限 明人的真身缓缓走到了带土面前 带土本想牺牲掉一只眼睛开启伊邪奈奇放手一搏 但无数蝴蝶突然在二人之中聚成了小男的身形 小男手掌猛然一挥 大海瞬间从带土眼前分割成了无计其数的起报符 带土看到这一幕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数量恐怕足够爆炸10分钟以上 即使他用了伊邪奈奇恐怕也没有机会取得胜利 看到带土识别小男嘴角勾起了一丝笑意 前世他曾死于带土的黑棒下 现在总算是出了口气 明人让带土就此罢手了 他随时欢迎对方再来找他一决高下 带土权衡了下利弊后决定先行撤退 他缓缓起身地说道 这场战斗就算你赢好 但是下一次你一定会为今天的决定而后悔 说完带土便带着狼狈的身体消失在了鱼影 明人长舒了一口气 和带土交战还真是一点都不能松懈 虽然他也想让带土成为同伴 但现在先保持着敌对的状态 是双方增强实力最快的一种方式 他期待着带土更加成长的那一天 之后明人随着小南回到了长门的身边 他向师兄师姐阐述了自己今后想做的事 那便是将整个人界彻底统一起来 包括鱼影村 对付大统墓一族人类的机会只有一次 他希望长门他们这一次可以倾尽全力帮助他 长门和小南让明人放心 鱼影一定会和明人共进退 明人深深地感动 在告别前他同样留下了一枚飞雷神苦物给长门 只要将查克拉注入其中 他便能感应到病立即出现 告别师兄师姐后 明人本打算用飞雷神飞回墓叶 但他记得上一世的现在正是晓得不死二人组出没的时候 对于他们明人自重生后就有了收服的想法 因为未来对抗大统墓他需要雄厚的资金 角度的敛财能力必不可少 而飞断的死死贫血更能在关键时刻有大用 为了避免接下来不必要的损伤 明人决定去找一找那两位 他坐在高处用仙人模式的感知力很快便找到了对方的位置 那便是墓叶郊外的火之寺 明人已急速向那里狂奔